米芝田酒店里面一份黑松露滑蛋炒牛肉 随随便便都卖到188元 其实你跟着我做 20元成本都不用 现在牛肉真的便宜了很多 我这里18元一斤 不知你那里多少钱呢 我这里半斤的牛肉 加些姜葱水可以去腥 给些生抽 蚝油 鸡蛋白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它 让它吸收水分 之后再加入一匙匙的生粉 和食用油 让它锁住水分 准备空碗 打入四只笨蛋 葱花88粒 和少许盐 想鸡蛋滑一点 可以加适量的生粉水 现在外面 很多米其林餐厅 都是用这只黑松露的 它不单质量好 而且黑松露的含量 都比较多 我们加入一匙匙 拿些鸡蛋倒 先发均 另起油锅 将腌好的牛肉 放入锅 开大火炒到七成熟 之后再放一匙匙的黑松露 翻炒均匀 趁它不注意 再倒入鸡蛋液 炒滑蛋和煎蛋是不同的 我们炒滑蛋要生小火 慢慢顺着一个方向推 当你见到鸡蛋定了形 我们就可以三火 用余温 继续推多个两下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来的滑蛋牛肉 鸡蛋乱滑 牛肉又不会坏 都看到这里了 帮我点个赞先走 行不行